哈囉大家好,我是Kathryn 最近,墨影世民4,即將要出新的 以幽靈靈異為主題的組合包 叫做靈異大追擊 非常感謝EA,讓我們可以提早玩到這次的組合包 那我們今天要來玩的人物是這位 叫做Leon 這是我們新捏的人物 我想說現在捏了我們再來用一下嘛,是不是 感覺用新人物還蠻有新鮮感的 好,那就是我們用它來體驗這個包 體驗這個鬼屋的新地段 然後體驗捉鬼獵人新職業 那我們就來馬上開始 這次的包感覺超好趣的,超期待的 那我們再看到我們的Leon穿的衣服是這一套 這全部都是這次資料片的新衣服啊 這次衣服我覺得蠻好看的,很有特色 這個是波西米亞風情嗎?流浪風情就感覺衣服 那我們之後獲專門的影片來一起看這次的新衣服 還有新家具,我們之後再來看 我們今天主要著重在玩的部分 那我們這個Leon我想說他人生背景可能是 他小時候他的父母,可能因為一些超自然的 不可解釋的意外,所以導致他們失蹤了 那他在那次意外之後,他眼球變成這種特殊的奇異顏色啊 所以從此以後,他非常討厭幽靈 討厭各種超自然現象 飾演要消滅,智商所有的妖魔鬼怪啊 對,他立志當一名靈異偵探 那我們再簡單看一下他的個性 他的個性第一個是好動的 他非常過動啊,可能有點躁鬱 然後再來他是個偏執狂個性 他覺得危機潛伏在各個角落啊 而是覺得其他人都在談論自己 哇,有點自戀喔 然後最後一個有點幼稚的個性 為什麼? 因為前面提到嘛 他從小失去他的父母 所以說他內心某一處可能還是一個小孩子啊 可能還渴望被人家當作小孩一樣合乎 有點反差這種感覺啦 對 好,那我們現在 我們來到了這個新的鬼屋了 在這裡 這個房子 是跟這個組合包一起來的 這個是鬼屋地段 我們的Leon 來到這個鬼屋,決定要入住 決定調查這個靈異現象 看這個鬼屋 到底怎麼回事呢 裡面又有什麼故事呢 對了,說個題外話啊 要說鬼屋裡其實不是個容易的事情 為什麼? 這鬼屋還蠻貴的啊 這鬼屋七萬多塊八萬塊啊 所以一般人還追不起啊 不過沒有關係 希望我們的Leon還有媽媽的遺產 我們靠媽媽的遺產 成功就進來了 好吧,那我們就來馬上開始玩吧 我想也許我們可以來個迷你系列啊 來探索這個鬼屋,探索新職業 那請問大家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讚喔 會給我很大很大的鼓勵 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如果想看到更多後續的話 可以按下訂閱,開啟鈴鐺 就可以刷通知 好,那我們走過來吧 走到鬼屋這裡 來吧 看一下 這房子裡都有什麼 它有兩層樓 一樓走進來之後 這也是客廳嗎? 對,我們客廳 再來旁邊這裡是廚房 還有衛浴 然後一樓這個地方右邊 我在這小房間裡放了一個降臨桌 等一下可以用 然後二樓 二樓是臥室 還有衛浴 還有這什麼? 這什麼房間? 這房間太奇怪了吧? 感覺好像在舉行什麼奇怪法會房間啊 是不是? 這邊就是什麼? 喔,第二位臥室 好,美好小陽台 來吧 我來幹嘛? 欸不要這樣 大半夜的 做這個奇怪 pose很恐怖啊 我們還沒有進去鬼屋就被附身了嗎? 好來,我們走進來 哇,走進去 怎麼樣呢? 喔,裡面燈光會亮啊 我還以為裡面會是一些比較昏暗的燈光啊 然後現在是晚上八點靠九點了 所以我想應該是靠鬧鬼了吧 因為這鬼屋應該是晚上才鬧鬼吧 我也不太確定 第一次體驗啊 我們現在點燃 這邊好可愛的頭草 那既然目前還沒有發生靈異現象 要不然我們來試一下啊 這個降臨桌 跟過世之人交談呢 感受靈界波動性 感受目前地段的鬧鬼成... 嗚,嚇我一跳 這是什麼機會命運卡片嗎? 在命運的殘酷糾結下 你淪落到一間鬼屋當中 我們沒有淪落啊 我們要花錢買的 這究竟是感情的糾葛 或是某個充滿惡意的幕後黑獸 在空間的一舉一動呢? 不如盡力享受這一切吧 我想,後來這裡 肯定是有充分理由的 好 我不知道說什麼 我可以應付的 不好意思 你說為什麼在這裡來著? 嗯 我想想聽她 會說什麼耶 所以我們選這個 可以理解你為什麼會感到不安 是某種殘忍的神靈派你來的 你要求怨眼的話就怪他們吧 好,我們來感受靈界波動性 看這地方鬧鬼程度 喔,所以每個房子的鬧鬼程度不一樣嗎? 可能是耶 怎麼樣 開始 我們被...我們被降神了嗎? 蛤 這鬼火出現 怎麼感覺她好像喝多啦 會不會來杯薑茶之類的 幫你行行救 為什麼 怎麼樣 感應到感應到了 如何呢? 她說 她說 監測到十分強烈 且充斥著正面能量的存在耶 所以 幽魂都很友善啊 靈異身上較為減少 喔,是喔 我和圓圈裡是很恐怖的地方了 我們在西藏 和故事之人交談 她說 爸爸媽媽 我老這鬼屋了 來這邊探索 怎麼樣 給我力量吧 我們李陽 屍中的父母 會跟我們說什麼呢? 不知道耶 哇,這個火越變越大耶 有沒有 他變成圓圈耶 酷耶 就是有燈光一點 太亮了啊 沒有這種感覺 好,把這燈光換成這樣子了 怎麼樣 比較有feel了嗎 是不是 有感應到了嗎 感應到了嗎 有沒有 還是爸媽不想跟我們講話 她說 你幹嘛動我的遺產 呵 為什麼 怎麼樣 我一閃一閃 到發現嗎 而且房間燈光一閃一閃的耶 好久鬼怪的叫聲 到聽到嗎 太酷了吧 她說你好啊 我其實是你的 真真真真真主婦 起碼我覺得我是啦 我的記憶有點模糊了 我的事例也沒以前好了 但我蠻喜歡你的 好傢伙 所以可惜不能跟指定的鬼魂溝通啊 是隨機的 我們要來執行儀式嗎 執行儀式來讓物詞比較沒那麼鬧鬼 但要注意 此儀式會消耗魔影視明的經歷啊 成功執行儀式也會讓魔影視明比較不害怕 可是目前還沒有鬧鬼啊 我們說要執行儀式嗎 先不要好了 所以感覺啊 這鬼屋就是 它並不是無時無刻在鬧鬼的 是有一件沒一件的 是這樣嗎 也是啦 這樣如果突然間發行的話 會讓人嚇一跳啊 是不是 這客廳還蠻美的 我很喜歡這個畫像啊 超漂亮的 喔對這裡耶 就是帥哥的畫像 Gedri 我們可以認識他嗎 可以沾養他的尊榮嗎 查看一下 不知道什麼就會出現耶 還蠻想認識他的 讓我突然想到啊 剛剛跳出那個命運卡片 是誰還跟我們對話啊 不是 喔怎麼了 喔 李養感到害怕了耶 欸真的耶 那是什麼 他聽到詭異聲音了 他原本就知道這地方鬧鬼 但無論在什麼想 這地方很詭異啊 雞皮疙瘩掉滿地 我怎麼沒有聽到啊 對了 就是我們可以用那個獎勵點數 來購買那個勇敢特徵 就比較不容易害怕了 喔 等一下 欸我被嚇到了 我真的被嚇到了 所以說是房間滿明亮 可是我還是被嚇到 這娃娃突然出現了 天啊 把這東西弄出這裡 同行的略微提升 無敵的靈異想和 欸等一下 鬼魂了嗎 在哪裡 他要嘗試溝通 我也可不注意 喔在這裡耶 欸真的耶 我們可以嘗試溝通 觀察幽魂 獻上 獻上我們的靈魂嗎 還是別人的靈魂 可以獻上祭品 可是目前沒有東西給他 欸 可愛的小東西 喔那個 你好嗎 要不要祭品 我把那個娃娃拿給你 怎麼樣 欸他這長得很可愛耶 一點不恐怖啊 那娃娃還比他恐怖啊 他長得太和善了 都想拿來當寵物 是不是 怎麼樣我們溝通成功嗎 欸他生氣了不高興了 我看了我們利昂不太會想話 喔他跑掉了 欸真的他跑掉了 好我們開操這娃娃我們要來 移屬嗎 要怎麼樣移屬 我去提爆他嗎 你知道嗎 而且 哇 提爆好那個東西飛起來 鬼魂 怎麼有點酷啊 欸我覺得蠻有趣的 我蠻喜歡這個隨機出現的感覺 這種 就是 無法遇到的感覺 我覺得蠻有趣的 好不然我們舉行移屍好了 因為我們要練習那個 那個 那個 降陷術嗎 降陷術 靈媒的那個技能 喔 要開始了嗎 我又要來喝多了 這 喔呦鬼魂出現了 其實老實說啊 這個Post真的還蠻酷的啊 雖然說有點好笑 喔有聽到鬼魂的聲音 你有聽到嗎 變成一團圓圈的喔 會放大嗎 喔有了又要越大了 不叫移屍我們舉行成功了 哇開始了 一閃一閃到有看到嗎 一閃一閃的感覺太酷了吧 這種鬧鬼的感覺 要隨時注意啊 有沒有東西過來 因為他們就是儀屍 有可能被打斷 在這裡有新的技能通靈啊 酷欸 我儀屍成功 屋內的靈界的傷和度提升了 我不想要提升啊 可以讓這裡的傷和度降低嗎 哼 我想要恐怖一點啊 不用那麼想它沒關係 我沒下雨了 下雨更有氣氛 喔 等一下等一下 天啊 這個是誰 這個是哈利波特 我這是很妖精的主角啊 我的天啊 嗯嗯嗯 好我們跟他來一個 粗魯的介紹好了 因為他很討厭鬼魂嗎 來個粗魯的介紹 天啊哈利 你跑錯棚了吧 我還變色 我還罵我們欸 他就欸你跑錯棚了 這裡我才是主角啊 哼我什麼 所以 這間都鬼魂跑過來耶 酷欸 然後哈利還被我們捉弄了 我們可以對他來個驅鬼嗎 可以嗎 讓哈利放心 為什麼讓他放心 提醒他 你是正牌獵獵專家 什麼東西 這根本是威脅他吧 跟他說 你放心好了 我是正牌有執照的 驅鬼獵人啊 所以你小心點 給我看著辦 根本威脅他有沒有 我還給他看耶 我們哪來執照啊 那假的吧 有什麼大窗49元買的嗎 是炒 我們哪來執照啊 太好笑了 哇他跑掉了 成功被我們嚇跑了嗎 喔 我們這個馬桶壞了 應該是鬼魂弄了吧 是吧 好那我來維修好了 我哈利還沒走啊 我還以為我們嚇跑 我們是正牌的通靈專家 你給我小心點 完全沒有威脅性 這客廳我覺得太亮了 有點缺乏那種恐怖感覺啊 我覺得燈應該少一點 哇他進來了 他幹嘛 這馬桶該不是你弄壞了吧 我們可以嚇他耶 結果變成人殺鬼啊 不是鬼殺人 太好笑了 我們可以真正的屈鬼嗎 好像還不行 還是因為我們還不是 那個偵探啊 不是靈異偵探 不知道了 哇 等一下 大家有聽到嗎 有怪聲音耶 還是我聽錯了 哇 被我們嚇了很開心 是怎樣 怎麼覺得有點悲情啊 我們唯一的朋友是一個 鬼魂 我看一下 我們要再來試一下那個獎領珠嗎 偶爾要舉行這個儀式還有CD啊 他說真是緊張刺激 刺激緊張 李昂必須稍等一會兒才能在一起執行 原來如此 所以還不能瘋狂練習啊 怎麼了我們又害怕了 有鬼魂嗎在哪裡 我怎麼沒有看到 嚇得半死 哪裡有超自然現象 欸李昂我是被你嚇到的 我是被這個地方嚇到的 我到底要幹嘛 他被嚇到跑去棉被裡躲起來耶 天啊 結果樓上更可怕之類的 哇 跑到房間裡 然後躲到棉被裡 你該不要哭吧 欸他真的哭 他被嚇得哭了 天啊 誰來安慕一下李昂啊 欸哈利你還在嗎 我什麼 好你哭吧 我幫你把風 沒有人會看到的 沒有人會看到的 那我們再細薩跟過世之人交代好了 看這一次 會是誰呢 我怎麼聽到聲音啊 欸這是什麼東西 欸這是突然出現的耶 詭異的手 哇這個手 有點恐怖啊 欸他在動耶 還是有錯覺 還是有瘋了 是他在動還是草在動 我是草在動嗎 不是他在動 這個手有點恐怖啊老實說 嚇我一跳 好我們再來試喔 看這一次 誰跟我們講話呢 會不會是我們的 真真真真真 曾祖母呢 剛才是真真真 曾祖父對吧 我們等級到達2囉 李昂現在的女恰母一市民 一起舉辦通靈儀式啦 所以我們可以舉辦團體法會了 欸哈利 哈利你還在嗎 要不要來跟我們 玩個遊戲 欸他走了嗎 哇哇哇哇 等一下大家看 有沒有 這房間一閃一閃的 什麼聲音 大家聽到嗎 欸鬧鬼欸 太酷了吧 欸我喜歡啦 怎麼樣 又是我們的真真真祖父啊 又是他 沒有別人嗎 還是我們這個通靈柱 另外一段都是那個 真真真祖父在街廳啊 是這樣嗎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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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來抄一下 嚇我一跳 我們拿到了一個 陶金石 還蠻酷的 那還裝飾 算是跟鬼屋沒什麼關係 我們放在我們的這裡好了 桌上 我們又可以舉行儀式了欸 我們可以舉行團體儀式嗎 要怎麼舉行團體的 欸 哈利你在嗎 她走掉了 因為白天了 她消失了 陸少人嗎 抓個人來跟我們一起執行這個儀式 有沒有 好像沒有 好沒有關係 我們自己來啊 來 誰需要朋友 朋友是個弱者的 帶著我們的草莓優格進來這裡 舉行儀式啊 不知道這團湖有沒有別的顏色欸 目前看到的是藍綠色的 希望有 我變大正圈了 我還會一閃一閃的 有沒有 神道鬼現象不是只有晚上才有欸 儀式成功 太好了 那我們朝六去睡一下好了 我們到這個房間睡覺來吧 所以我們還沒有遇到這位Gedria 還蠻想遇到她的 就可以問她關於那個靈異偵探的事情了 有她很帥氣的照片啊 好 我們睡一下吧 休息一下 好 那我們起床了 我們再來執行一事好了 繼續練習我們的通靈技能啊 來吧 然後幫我穿這套 這套衣服也都是這系的包的衣服啊 都是低胸V0欸 對不對 我突然發現 這次的包衣服我覺得其實還蠻好看的 嗚 灰火出現了 喔 我們的草莓優格還在 好 儀式成功 太好了 希望晚上的時候Gedria會出現啊 又超小的看到她的 很好奇 看到她會怎麼樣 哇 等一下 怎麼了 哇 是活人欸 居然在這裡 還在跟我說話 我已經好久沒有跟往生的人聊天了 我都不知道該從何開始了 不如聊點體育新聞吧 呼吸 現在還流行嗎 喔 她就說我好久沒有跟未往生的人聊天了 所以 我們就繼續跟誰講話 天啊 送門利啊 聯絡到了一個不知名的人欸 誰啊 誰 超好奇的 我們是跟打個鬼魂連上線了 竟然不是我們的 真真真真嘱咐了耶 誰啊 天啊 越來越好奇這鬼到底是誰了 感覺好玩啊 好 我們再試一下 再跟往生的人聊天 而且她問我們是呼吸還流行嗎 嗯 其實不太流行了 好 你不要呼吸好了 怎麼樣 剛剛講的話那個人會再出現嗎 到底是誰 想像一下 你看到那個畫面嗎 該不會是一個長頭髮的 有點飄逸的感覺啊 天啊 哇 房舟一閃一閃的 我們一樣被嚇到了 這是誰 她說 我已經觀察你好一段時間了 而我得說 我一點都不覺得驚艷 你下次 可以至少努力一點嗎 我們被嗆了 天啊 我們竟然被嗆了 誰在觀察我們啊 我突然覺得啊 是跟剛剛同個人欸 不我們說呼吸還流行嗎 的那個人呢 我不是人啦 那個鬼 對不對 這跟過生的人溝通 這功能還滿好玩的 老實說 我們再來一次 喔 到達等級3的通靈技能囉 我們現在可以使用新的 召喚死者 和召喚螃蟹爾達 的降臨室 我們可以召喚 哭女僕 BUNHOODA了耶 太酷了吧 來召喚一下 來吧 BUNHOODA 來到我面前吧 所以我們要有女僕了耶 也太酷了吧 喔 一閃一閃又鬧鬼了 剛剛我們又到死者說 嘿 在你離開以前 你能描述一下冰淇淋什麼味道嗎 據說我上次吃已經過了好久了 喔 你也喜歡吃冰淇淋嗎 喜歡什麼口味 我喜歡抹茶的 還有薄荷巧克力 好 這一次 我們要來召喚酷女僕了 啊 天啊 我們還浮起來了 還浮空耶 召喚酷女僕還浮空耶 太酷了吧 我們今天到會漂浮了耶 來吧 BUNHOODA 哇 這個群群愈愈愈大了 所以女僕在桌上出現嗎 還是怎樣 還在門口出現 如果桌上出現也太酷了吧 他有聽到我們呼喊了嗎 有沒有 突然燈光變紅色了 來了嗎 來了嗎 哇真的耶 哇等一下 太酷了吧 超酷的 在煙霧道中出現 哇 這個臉孔 這個臉孔老實說有點恐怖啊 他真的是骷髏頭耶 我的天啊 哇 我們剛剛來一個 因為其實啊 其實我們利昂很討厭妖魔鬼怪嘛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也不會喜歡他耶 所以我們一樣剛來一個粗魯的介紹 雖然說 不是我們召喚他的 我太難過耶 他就說 嘿 你這個妖魔鬼怪 是我召喚出你了嗎 你死定了 準備被我消滅吧 我在挑逗情緒耶 天啊 還該不會對我們的 利昂有意思吧 所以我們可以跟他挑情嗎 也可以耶 我 我已經哭了一不挑情耶 天啊 然後 雖然說我罵他 他還幫我準備雞塊 怎麼你可愛啊 所以我們可以指揮他嗎 可以叫他幫我們做什麼事情嗎 還是會自動做 他好像是會自動做的感覺 對 因為我們好像不能 不能控制他 不能像那個 管家一樣 用管家我們可以說 叫他煮菜 叫他打掃嘛 那這位好像不行耶 可是我們關係馬上變綠色了 所以他人非常好嘛 我們即時罵他 他也是對我們很好啊 他幫我們做雞塊 好 我們巨石啊巨石 他一定覺得妖魔鬼怪做了雞塊 怎麼能吃呢 一定有毒啊 是不是 以我們利昂的個性 欸他不見了 哇他過來這裡 還喝水 欸你不是來照顧我們嗎 怎麼自己在喝水 這畫面有點有趣啊 近看 這近看真的是有點 我覺得牙齒有點太高畫質了 是不是 好我們不要這麼近看好了 我又到晚上囉 不知道今天格局會出現呢 不知道耶 希望會啊 超期待看到他的 我們可以召喚他嗎 不行耶 只能看他的照片 女僕在幹嘛 欸他在玩黏土耶 真假的 他沒有那些生活傳染了 太好笑了 不要玩黏土啊 好我們對他惡作劇好了 我們一樣來嚇人 來吧 所以這感覺啊 都不是鬼在嚇人的 都是人在嚇鬼耶 所以說的好玩就是 人嚇人嚇死人對不對 其實恐怖的是人啊 欸他沒有被我們嚇到耶 你也太英勇了吧 很小人說你幹嘛 一聽一下啊 這哭哭女僕 我們在撩他耶 他說 其實我對你沒有什麼特殊的感受啊 喔什麼聲音 嚇死人了 嚇死人了 剛剛什麼聲音你有聽到嗎 欸我們 你也被嚇到了 我也被嚇到了 剛剛什麼聲音 你們有聽到嗎 你嚇死人了 我剛剛還在想說這個 嘭哭打也太自戀吧 我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以為你們對我們有意思啊 其實兩分鐘前剛講的 欸是你自己調多情緒呢 當然會誤會啊 然後我們靈魂又嚇到 跑到床裡去了 天啊 果然是這個 這個 豬鬼獵人不太冷嗎 是這樣 不過他又要睡覺了 不過剛剛那個突然碰一聲 嚇到我了 喔唷 這個小用靈出現了耶 太可愛了吧 他真的長得超猛的耶 好那我想我們今天就玩到這裡好了 那玩到目前啊 我覺得這次的包 他真是很不像是一個小型組合包啊 因為小型組合包 通常不會包含這麼多遊玩內容的 可是我感覺啊 這次的包 很著重在遊玩這個部分 感覺是一個需要慢慢去發掘 細細品嘗的一個包啊 不是一下子就能夠玩玩的 這樣還不錯啊 感覺蠻耐玩的 那我們下次再繼續好了 超期待正式開始我們的驅魔之夜 好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讚喔 會給我很大的鼓勵 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如果想看到更多後續的話 可以按下訂閱 開啟鈴鐺 就可以刷通知 感謝收看 我們就下下見 掰掰 謝謝 支持 支持 by bwd6